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绝户地 在农村呢 有这么一个现象啊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啊 许多这个条件好的家庭 年年的挤着去当这个贫困户 去领这个低宝 特别是那些个 和村领导啊 有一个特殊关系的 天天大鱼大肉的吃着 还不忘了去领那份低宝呢 那些个真正困难的家庭呢 连边都摸不着 这事是真的啊 就现在在我们村都有这事 这些个现象呢 让人看着特不舒服 但是反过来呢 有个现象就更加奇怪了 有些人家里边穷的呀 那都揭不开锅了 却从来不愿意 受别人的施舍 别指望着他自己会去申请低宝了 就是谁帮他一下 他都跟人急 哎 这种人 咱也是没出说去 我说这户人家姓刘 家里边世代单传 就靠着那二母柏田 混了个饿不死 哎 可这村子里边呢 那是天子一号穷的 除了农忙的时候 这老刘整天就跟家里边待着 媳妇也劝他 说啊 你去外边啊 找个活干 啊 也好补贴补贴家用是吧 老刘一度的苦呢 没法跟他媳妇说 那只好去这个啊 镇的这个工厂里边去做这个零工 可是呢 哎 只要是领了工资 转眼啊 家里边就出横事 这老刘八岁的那个儿子上学 这学费啊 拖了好几个月了 都没交上 老实知道他家里边情况之后呢 给垫了学费 万万没想到 老刘家儿子放学回家的时候啊 这自个儿呢 左腿啊 半右腿 当场来了一个小腿骨折 你说这一般人可能认为这只是个巧合吧 可是 如果你要是懂这么一些风水的话 你就不这么想了 还究竟这些个怪事 为什么呢 说那年春节啊 有几个和老刘关系不错的人 跟一起喝酒 老刘喝多了 说出这个原因来了 那还得往前数 那还是大清朝末年那会儿呢 老刘祖上是有名的风水先生 风光一时 祖上具体叫什么名呢 咱且不说 估计呢 就管他叫老老刘吧 这有这么一年啊 镇子上杨善人的老娘去世了 提起杨善来呢 还得多天上几句啊 这个杨善人家里边有钱 一辈子是吃斋念佛 这平日里边修路架桥的 施舍的银钱呢 那是远近闻明的大好人 这个老老刘呢 早早就听说过这个人是宅心仁厚 就决定帮他找一块好地 他们一行人就来到这个北山上 老老刘查看了一番之后啊 对这个杨善人就说 你看这两座山 山是磅礴 地气旺盛 山下两条河相交是龙脉 所以啊 这附近村子里的人都很富裕 而且人丁兴旺 我们只要找到主脉 就可以让这条龙脉 独发你杨家义门 你看如何 杨善人一听赶紧摇头 不可不可 此龙脉乃是供大家共同发财兴旺的 要独发我一家 我杨家于心何忍啊 先生 您高台族 多走路 只要找一个不影响别家的风水就行 老了流 听完了之后心里边有气啊 心想了 这天下找风水的都为自己着想 哪有为别人着想的呀 又一想这个杨善人呢 还是值得人尊重的 于是呢 就陪着继续的找风水 在这北山上整整找了一天 不是影响这个就影响那个的 直到天都黑了 也没找着让这个杨善人满意的好地方 第二天 又到南山上找了一个上午 可这个杨善人呢 还是那些个话 最后这老老流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说了 杨远矛 难道你要找一个可以封侯败相的风水不成 若暗无能 你家这风水啊 我怕是判不了了 这杨善人听了赶紧解释 先生误会 我杨家不求扬名立万 只求平平安安过日子 只要对别家没有影响 便只租 老老流就说 杨远矛 可是在下财书学浅啊 跟你找不着这样的地方 告辞了 说完就走了 这杨善人赶紧上前几步 拉住这个老老流就说 先生莫走 求先生赐一地 无论什么样的地方 我都不会再说一个字 此话当真 一言即出 自马难追 大丈夫说话算数 好 我站的这个地方 就是个风水佳学 你用柳条做上记号 就可以破土建坟 杨善人说 我看这里四周都没有其他的坟墨 不会影响别人了吧 老老流说的本是气话 没想到这杨善人当真了 老老流这才仔细的看了看这块地 脚下之地呢 前方斜坡 根本存不住水 周围草木枯黄 毫无地气地脉 而且这四周还分布着五块棱角分明的石头 这些个石头隐藏在这草木当中 像是五只正在觅食的老虎一般 这叫做五虎擒阳地 阳入虎口 那还能有好吗 在这说了 这阳啊 和这个阳元外这个姓氏谐音 所以这个杨善人要是占了这块地 绝对是一个破财王家的绝户地 难道这是天意 杨善人一家命该如此 看了那么些好地方 这杨善人一个也不同意 现在这个地方四处无坟 也就是根本不会对什么人有影响 老老刘就说 阳元外 这个地方呢 对别人绝无影响 只有一件事 我要先告诉你 不管多高明的风水先生 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我也是 你要真的想占这个地方的风水呢 就再请高人给你看上一眼 那杨善人就说呢 先生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我既然请你来了 还能信不成先生 先生说是好地方 那就是好地方 我明天便找人修墓 还要将父亲的尸骨牵过来 和母亲合葬 老老刘一听 心里边甚至懊悔 可是话已说出 不好意思往回收 于是就说 一切由阳元外自己做主 在下告辞了 收完之后 只收了三分之一的谢金 头也不回就走了 兴许是自己做了亏心事吧 违背了这个祖师教会 老老刘呢 自从给这杨善人看过风水以后 回到家里边了 就病倒在床了 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 家境也是逐渐的随之衰落了 说三年之后的一天 家里边来了一顶轿子 是杨善人 他说 谢谢先生 给我们家点了风水宝学呀 属今儿子做了官 买卖也是发了财 我杨家能有今天 真是得先生恩赐 老刘刘一听就奇了怪了 自己明明点的是一个绝户地 发什么财呀 于是就顾教子 由这个杨善人领着钱去看 等到了墓地一看 这块地已经完全变了眼 原先的五块石都没了 坟前的小鞋铺变得平平整整 墓地树木旺盛 欣欣向荣 就听杨善人说 在东先生 你点了这穴位之后 我将父母尸骨埋于此处 之后便是秋雨绵绵 大雨将坟前的勾勾赫赫 冲得很不平整 我怕父母坟墓被淹 于是就在这前面 筑起了一道土坎 阻挡雨水 又将父母的这墓啊 以及周围都填了高土 后来又重上了树木 唠唠刘一听 连声说道 高高高 妙妙妙啊 这真是天意啊 扬善人说 先生 什么天意啊 天意啊 天意 这原本是一块 这原本是一块五虎秦阳之地 按理说应该断子绝孙的 却被你在前面加了道土坎 现在变成了五虎护阳之地 你家本就姓阳 显得有五虎护卫 你岂能不发 接着就自言自语 好风水 有得人拒之 嗨 天意中归 强于人意啊 老老刘被抬回家之后 没过几天 就死了 俗话说嘛 这个五臂三缺呀 哎 指的呢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世界运行 自有他自己的这个法则 窥探天机 改变事物运行规则的 那就得遭到上天的惩罚 说到这儿呢 就接上之前说那话的 是这老老刘的后边们 为什么穷呢 有的先生会无后 有的先生会残疾 有的呢 连累后边遭殃 其实这都是抱殃 别人的果 由他来背 这叫五臂三缺 而这老刘家当中呢 就占了这么一个穷子 这老刘家呢 才这么穷 好了 这就是绝户帝的故事